哈囉 大家好 這張地圖呢 是標準的一對一地圖 地圖名稱叫做薩納爾加洞穴 念中的是這事不太好念 我對上的對手是雷洛 位於左下角 紅色神竹 右上角的藍色神竹 這張地圖較遠 中間有兩個觀測塔 出口 這邊 然後要這樣 繞繞繞繞繞繞繞 看起來應該可以 像是九個農民 income呢 差不多 手術呢 差不多 雙方的農民也同時出去看了 流程差不多 只是他沒有封口而已 水晶華就採用鑫河加速 到這邊為止 雙方的步驟幾乎是一摩摩一樣一樣 接下來 應該雙方都要放下BG了 我先放下BG 他還不放BG 所以 正常是他在講 我這樣操作 這時候手術呢 果然是他術於我一點點啦 前期的偵查是最重要的 還有前期的劍組順序 絕對不難被偵查所混亂 那時候我看要放瓦斯我就跟著放 那BG快的意義是等一下BY就快 那BY快的話 你等一下發展科技 或者是搶空間之門 VSVC都會比別人快一點點 那我現在BG清好了 接下來 看一下雙方的建築 要該怎麼營運呢 雙方放下了BY 他也同時放下了BY 但是他沒有造狂戰士 其實這樣是合理的 因為上地圖比較遠 等狂戰士到了 除非是野BG 野BG就是在這裡蓋水晶 然後在這裡蓋BG 直接讓對方加門口聲 不過一般1對1比較少會這樣弄 最少我沒遇到過了 一般比較容易出現在 黃金啊或者是白金這種 戰機無所謂 隨時要開大招的這個對手上面 野BG比較不穩 被抓包就容易輸了 等一下他放雙氣庫 我是雙氣庫 那這種打法呢 我這種打法叫做 Full Gateway 這個是從國外看回來的 實際上他有很大的功效 那你一開單BG接BY之後 就是封愛口 別人要打進來也不容易 你研發空間之門 這段時間你只有一個BG要花錢 對不起 暫停一下 剛剛被我女兒攻擊啦 現在我們回來繼續 然後呢 我放下一個VR 他也放了VR 哇靠 好像開地圖啊 聽說最近蠻流行開地圖的 就是 無緣無故看對方家裡 明明他沒有你的視野 但是他卻 一直畫面切過去你家看 這也是蠻悲劇的 剛剛個遊戲玩成這樣 出學者就勝了啦 如果是有高手在玩這個我是不相信 高手開圖只會害死自己而已 現在PP我都會習慣放一個炎鍊場 一方面可以防這個DT 一方面可以升級攻擊力 如果兩邊都海基本兵的話 海追獵跟狂戰的話 這個 誰先升級攻擊會有一定的優勢 然後 現在雷多卡了 方式啦 還是蓋了三個水晶塔 那這一場 我蓋VR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要用另外一個新招 然後 就是要升藥傳輸寧靜 當然傳輸寧靜呢 因為一般PVP 像這種地圖遙遠的 這個圖啊 很適合用這一招 因為你就等對方來打你的時候 你家裡把家裡的兵 看你要拆成 嗯 嗯 一半一半呢 還是就 留四個空間之門的CD 等他來打你的時候 到船傳輸寧靜 就找一個地方放 他家裡應該沒兵 那最好是 遇到這種對手是 攻擊會帶這個 農民去的 然後幹水晶 他直接又再生兵 這種是最好的 因為他必須要卡一個 空間之門CD的時間 他才能 補兵 那這時候家裡通常就 可以吃到不少 小兵這樣子 雙方都出了眼睛 眼睛被他發現了 不過 還好 往他跑了 僥倖 我也卡了數金了 ARMY30 差不多的 Income Tab 差不多 手速 差不多 後買大 現在所有的單位呢 差不多 不過他先 先蓋了不修整 那我傳輸寧靜出了之後 我才開始不修整 哇!這時候他已經 搶先開分控 那以當前兵力 我來打的話呢 肯定是打不下 因為等我走到他家的時候 他的兵力 就會遠大於我現在 帶過去的 那個 兵力這樣子 好 來過去看有沒有 我有沒有偷放水晶 阿!我的眼睛被打爆啦 這時候 我才說你躲在那邊 等他來打我 這時候就空著 成那個 空間之明的CD 其實我那邊不夠多 他的不熟者比較多 追劣比我倒 追劣比我倒 這時候我也感覺到 我是合適放下第二個 出寶 轉一個分控 大概礦一下 24支 25支 這個礦差不多已經 飽和採收率了 所以就 夠應付四個BG 而不會沒有錢 錢就會多出來 可以去開礦 開礦的時機呢 可以是你 去打別人家的時候 打到他家 發現 你贏了 這時候 你可以 立刻去開礦 立刻去開礦 或者是像這種 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 像他開礦 直擊一點都比我還好 他放下了PC 就走了 這時候我發現他來打我了 我傳輸年紀要動作了 可惜 年紀大 手速不夠快 沒辦法handle的很好 好 我只放下兩個追劣 我就回去空兵了 好 我的不休者有一隻沒有在攻擊 這是悲劇啊 然後我很智障的把不休者放在外面讓被 讓這個 對方攻擊 不休者實際上 他是一個輸出單位 他對中甲有不失誤 那神族的 基本兵 追劣 狂戰 都是中甲 所以我已經 無暇兼顧這個 我的 嘴把被拆掉了 我只怕 腰夾被清上來 所以我趕快把它清掉 再蓋回來 這個基地 那我曾經 神族只要經濟一有優勢 補BG的情況之下 就很難 追回對方的兵力了 那army size 的話呢 對方是68 我是82 他是因為我水晶弄比較多的關係 那實際上的 unic pad 這個 是差不多的 那這時候他因為 沒有兵 所以他趕快放下了 這麼多的VC 啊 我又浪費了一個眼睛了 傳出凝聚 他一直追劣 也爆啦 控制的實在是太爛了 那大概就從這個 分歧點開始 然後雙方的策略就不一樣 他已經 蓋下了VC 要研發角速 角速就是可以讓狂戰士 charge過去 這個被附人類的這個 MM還是非常有用的 Marate 跟Marine Marate 就是掠奪者 對重腳有加成的單位 這時候呢我有六個BG 那 雷諾呢 只有三BG 但是他有雙VR 欸 我記得他不是雙VR嗎 那應該是被我打掉一個 好我連看錄像都 速度都不夠快 好 不知道他的VR是跟我一樣多的 他在這邊補的水晶泡 再一次的 被我偷襲 對方已經有警戒執行 這時候我已經完全不想搞傳輸鄰近 這個 我 一人決定的發現 我手速不夠快 操縱到兩個地方同時進攻 那這時候我的策略呢 由於我發現他沒有任何的科技兵種 他只有不修者 那不修者是輸出單位的情況之下 雙方交鋒你只要能拉好一個陣型 比如說 我們在這邊打 然後我們就退退退退退退 退到這邊 讓對方來卡這個愛口 那像這個哨尾的話呢 你就可以在他退到這邊的時候 放兩個立場 把他的兵困住 這樣他的兵就會很智障的從這邊繞上去 那你的攻擊範圍就這麼大 他的攻擊範圍只有這麼大 這就是 這就是 在這個 雙方交鋒的時候 可以採用的一些 麥可的策略 就是微操 細微的操作 國外叫Micro 我們叫做微操 好 這時候我發現 對方 的位置是有力 我就退 對方也很聰明 他發現我有力 他也退 再加上我這邊有一顆攻炮 可以加減 幫忙打個兩三下 這時候他主控器 我要乾了 我也我要乾了 雙方的農民速度呢 他 他竟然有44隻啊 我的農民說母約富於他 但是由於我有 六個BG的情況之下 我生病的速度不會輸於他 而且 我持續的把錢花在這個 我這個不休者以及 這個基本病 那 一般來說 像這種 同樣 配運方式的 對方